毕竟也有瑕疵 S级别够不上 但是A加基本是够的 克林斯保罗呀 打的也算可以 包括总结赛在内 你说什么这个保罗总结赛表现差 其实呢 就是如果说这种表现放到其他的顶级巨型身上 你会感觉差 但是保罗已经是 差不多36岁一个老将 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算是竭尽全力了 而且就他以往季后赛当中 甚至跟年轻时代相比 今年的保罗总决赛他的发挥 也是挺硬的 因为保罗就这样 你不能要求他这个突然之间进攻的暴动 他没有这能力 这是受到现实的身材 以及打法条件所双向自愈 都冲不上去 这没有办法 但是保罗就是这种特点 至于说他打的好不好 打的已经挺好了 当然也有瑕疵 这点瑕疵你要说给一个评语呢 克里斯保罗这门圈 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到目前为止 直到今天总决赛事例 你给一个评语呢 差不多就是 见小利而望命 做大事而牺牲 对不对 以往这个曹操给袁绍的这么一句评语 是不是 克里斯保罗 这话用在他身上 也非常恰当 做大事而牺牲 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如此 今年在这一点上 在这后半句上 多少折了点 给我在第一轮 西雷山面对胡人呢 带赏作战 但是我感觉呢 如果克里斯保罗是下盘受伤 你比如说腿部伤势 保罗绝对不会 像这个志姆拉多多昆博那样 他可是膝盖重伤 保罗绝对不会冒着膝盖重伤 这样一种严峻风险 甚至有可能一些协议一整年 未来 大把合同有可能面临炮膛 保罗绝对不会冒这种风险 因为是上之膀子的问题 这个不影响这种市场行情 当时骗了一把 但是甭管咋地 他今年还稍微折了一点 但是中国人他整个责生涯的 做大事而牺牲 每次这个想要追逐总冠军了 球队想要冲击一番伟业了 尤其之前在空街之城 落成快船那个阶段 这种班底多豪华 板凳席上坐着的 是放眼整段变历史 几乎进攻段输出等级 最恐怖的草略 克劳福德 不对 这个克劳福德 同时呢 还有一个超级射手 这个JJ雷迪克 核心三人组 都是最佳阵容级别 有里有外 这缺哪呢 当时这个快船队 阵容实力非常强悍 做大事而牺牲 每次只要一看到点量 克里斯保罗身上 他都有一些不是 但是只要是小伤小病 他当时立马就写 克里斯保罗呀 因此错过不少机会 为什么说这个 见小利而忘命呢 今年总比赛G2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整个职业生涯保罗 未曾出现的 就是你像这个 这么明目张胆 争夺个人奖项的一种行为 因为第一场比赛 保罗打的挺硬 数据这块接近30 他仰看着自己距离 总决赛MP 可能说近在咫尺 加冕一下呢 那么或许有助于他 九战雀巢 直接抢占 属于德文布克的一支球队 对不对 当时私心膨胀 见小利而忘命 迷失了方向 整个团队 对内氛围 再也不像以往那般 和谐融洽 包括抢安德赖顿呢 最后一个篮板球 说是不故意的 谁知道你咋想的 对不对 对于年轻人的20加20撞举 在某种程度中你都能漠视 作为一个篮球智商极高的这么一个老将 在场上又是控球后卫 因为通常控球后卫 所以这个数据是比较敏感的 哪个球员这场比赛手感爆棚啊 哪个球员有可能接近自己职业生涯 数据方面打出新的撞举呀 他往往愿意坐下椅子 因为你是核心掌控人 你得面面俱到吗 谁需要什么 你得背到嘴边 结果克里斯保罗 抢了关键一个篮板 接着呢 最后七分钟呢 拦住了德文布克的脚步 谁能防住德文布克 除了猪祸了敌以外 还有克里斯保罗 借小利而忘命 今年呢 整个直接上牙差不多 这两句评语挺恰当 这个体育场呢 是这个娜姐他们出的 美娜他们出的 他们看到跟我这个联盆馆的 就是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服装啊 这个服装挺有意思 一个老虎 趴在趴在这个 这个左庆龙白虎啊 正常这个老 这个白虎 对不对 下山猛虎 这种感觉 低桃文学呀 这玩意 低桃文学是属于是高台 低桃文学 因为就是 我看了 确实是低桃文学 这玩意 高台高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体育评论 阳格义生讲啊 哪怕你体育评论文章 写的再好 跟文学二字不沾边 就是或许有极少数例外 就是你作为一个 NBA商业赛事的解读 你妙笔上话呀 当中文采飞扬啊 你说你跟文学沾边 我感觉都差点 是不是这样 你说体育文章 赛后评论 你能扯到文学呢 这个就差点 但你要说我是低桃文学呢 那我起码是文学 低桃文学也是文学呀 正如八经来讲 这个体育评论 它跟文学不单变的 我要是低桃文学 这玩意我挺露脸 是不是这样 他就属于夸我 正常来讲 保罗布克场军多少 主播先说 保罗布克场军什么出头多少 你说保罗布克 他俩这个场军出手次数如何 那这玩意克里扫 对于那个明显 德文布克他能力更强了 在场上真说打不开 僵局 对面是哥啥都能干 太阳队这块呢 只有一个半 这个就是差距 对面就是哥啥都能干 这个诸货里可能说差点 但是熊贵起码是两个半 就在那真正说打硬仗 资本格是无几 资本格这场比赛 完全是吊打 两组系列车当中 任何一个其他球员 就党事情的差距 能明显发现 就这组系列车当中 有一个最杀要的巨星 是真正的超级明星 历史级别的顶级 一等一的大腕 只有资本格一个 场上攻守影响 一目了然 不光是进攻盾 无人能够匹敌的 一种杀伤力 对不对 多少次翻轨 多少次早上发现 没有办法 这玩意都不是说 什么这个 熊路队这个 有什么主场哨之类的 这都不是 因为你不翻轨的话 根本拦不住字母 你就比如说 克劳德面对字母 一个大步迈过去 没有办法 我只能伤身体 对不对 只能说 做出一些这个 规则允许之外的动作 才有可能适当的阻拦 要不然根本拦不住 字母 心态又决绝 打法果断 现在呢 进攻手段也愈发躲样 什么都会 所以字母哥进攻段彻底误解 对方谁也比不了 德文布克呢 就跟字母哥的进攻影响级别相比的话 你别看德文布克 两场砍下四十架 但是你这说进攻影响相比的话 布克呢 也是低于字母的 甚至他俩之间差不多差了一档 那么如果德文布克 跟字母哥的进攻影响力 都差了一档的话 你不要忘了德文布克 今年率领球队 残阵情况之下 人家可没说用 对不对 克里斯保罗呀 这个友商赛神 率领残阵 依旧打出了一个二比零 面对对方这个洛杉矶快船呢 首轮面对洛杉矶湖人 人家也是打硬仗 开场之后不久 拿下个四十架 率领球队 偷得一场胜利 记忆那一场啊 总决赛当中 连续两场比赛 砍下四十架 有几个比德文布克生猛的 凯文杜兰特进攻表现 你只能讲 今年整个决赛来看 跟德文布克相比 最多是同一党 对不对 最多同一党 卡文杜兰特效率 也没有那么恐怖 第二轮系列 在百分之五十五的 区区准形 真实命中率 不算太高 因此你看到 德文布克 他的进攻影响力 虽然说 他技术全面 能远射 能突破 还能遭犯鬼 技术非常全面 智慕哥技术有瑕疵 但是你说 谁的进攻影响更大呢 你直接对比 杜兰特 你直接对比 智慕哥跟德文布克 进攻影响 你说谁更大 明显差了一个级别 智慕哥 多稳健 他不可能出现 大量打铁的局面 是不是这样 所以智慕哥在 总决赛当中 或者说在今年的 整个技术赛当中 他的进攻影响级别 打出的这样一种 超强的进攻能量 比德文布克 高了一个档次 今年总决赛 更是一目了然 他俩直接交锋 那比德文布克 都高一个档次 再跟杜兰特比 仅仅就进攻端来讲 智慕哥都压了杜兰特 起码一个档次 是不是这样 因为人家大量 造地位沙场 而且智慕哥还能传球呢 第一位大量造杀场 导致对方甚至人手 轮换这块 都出现了严重短板 甚至难以弥补 这是属于战略级别的影响力 智慕哥啊 你仅就进攻端来讲 智慕哥都比杜兰特强 防守端更是天差地别 因为你不能要求什么 智慕哥他投的 必须比杜兰特准 这属于这个是无理要求 是不是无理要求啊 我是个内线 我凭什么跟你 投这个三份浪射呢 我就是来下讨生活的 我的打法特点就是 运作结合 方言整个历史读一份 其他没有 奥尼尔只能背身揭球 其他的但凡是地位拥有极强 背身担打能力的 就在油漆去附近 合理冲装去内部作业的 但凡是这种类型 没有一个拥有智慕哥那种 超强的持久能力 智慕哥是不需要别人给他喂小 自己直接一条龙 突破运道来下 然后开始做打 他属于打出了独特的这种一面上 而且在总决赛单场能够爆弹50架 看没看到这种进攻影响力 亚多兰特一个级别 战略影响更是不用谈 你看 硬碰硬的杀伤 跟哈登那种杀伤还有区别 哈登那种杀伤在季游戏当中 展现不出来 有时候是这样 因为你仔细看哈登以往的生涯履历 他这种打法一旦打到季游戏 罚球次数变小 变少 但是智慕哥这种刚猛风格的 纯粹就是地位硬碰硬做的 越是到季游戏 罚球次数越多 你发没发现这个特点呢 所以智慕哥这种呢 他不是有意造反轨 但是因为自己强悍的地位能力 越打到季游戏 战略影响越重 就给对方造成严重杀伤 防守当更是无输起诱 整个联盟最强的一个防守汗将 你看不看到盖这个太阳队 说话那五个盖帽 次次杀人猪血 就是简直你根本进不来 谁也不怕 无论是大的小的 我爱个儿收拾 当时这种歌 你结合攻守两端呢 进攻端比杜兰特高一个档次 真正的季游戏级别的进攻影响 防守端呢 压概联盟几乎所有人 防守端呢 要不怎么说联盟第一人 这玩意名不许传呢 实子名贵呢 今天打出表现确实好 它都好几种头爱 还有这个相当炸裂 还有个相当炸裂 还有这个 这虎得着的这个 挺有意思 这玩意名挺搞笑 我感觉 这个挺搞笑的这个衣服 哎呀 等会儿啊 没有可比性啊 太阳内线没有能对上这种过来 那你说怎么叫没有能对上这种过来 太阳内线差呀 你要了解 杰克劳德 上一年在热火队内 就构建出来了一套铁血防线 它是最重要的一回 当时杰克劳德呀 直接硬碰硬掐阵 是不是这样 再包括太阳队一杆封线 哪个地段呢 布里奇斯是不是防守汗匠 首轮是防个膜杖死的 就封线这块 真说构筑人强的话 它也相当猛 内线还拥有单独的爱顿 爱顿今年旧赛期间的防守表现 内线当中手去一指 没有比爱顿防守好的 是不是这样 爱顿天赋在那摆着 天赋比二十八月硬朵了 有高度有臂展 还兼具机动灵活能力 甚至能够换出去防止武 就在爱顿呢 所以你说太阳队这个防线差 有封线的顶级肩柄 克劳德 有力量有对抗 内线短战 今年旧赛期间 第一防守中方 不安得了爱顿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防守 构建的立体程度 他都不足以说明 这种格的优秀的话 你还得多强呢 对不对 这种当中我大哥 围剿这种格 那不夸张吗 这太阳队拿出的 这个防守牌面 已经挺硬了 放眼这个 目前的整个人员联盟 没有几次球队 能拿出比太阳队 更好的防守条件 你看不看 他照样收着你啊 而且德安德·雷顿 他如果说 这是直接对外之母的话 完全被打爆 碾牙级别 爱顿之前 面对尼古拉约旗 你看不看到 怎么摁的约基旗 一点脾气没有 当时约基旗 要不怎么说约基旗 你看着身体挺胖 对不对 这个挺粗壮 地位挺能做 食指上来下杀赏地 照比资母哥低度了 这个约基旗 你再看爱顿防资母 完全就是被动的 这不就不像 之前他防这个约基旗 防那么生猛了 由此可见 就是速食高下力排 资母哥的地位影响力 在如今联盟两大 顶级地位做打型 内线当中 直接进行比较 咱俩面对的防守人 是一定要的 结果资母哥打爆了爱顿 你再看优拉玉琪 被爱顿摁住了 这就是区别 所以就今年呢 你不能讲 太阳队内线实力薄弱 不管是爱顿下的时候 资母哥行 而且他俩大部分情况 只要同上同下 是不是这样 资母哥只要在场 爱顿就登场 甚至还配合着捷克劳德 有那有爱吗 你这么抢 资母哥场均砍下35分 命中率在60%以上 比早些年奥尼尔都恐怖 你看没看到 这已经是顶级的防守阵线了 你这种联赛当中 你再想这个构建出一套 这个更加极致的 掐资母哥的这种防守阵线的话 那就会影响你的整个阵容框架了 那除非说联赛当中 你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熊鹿 你可以这么打 你万一你遇到其他熊队 那你可能就被熟悉了 因为你不知秉立 你不可能完全集中在 针对资母哥这块 现在太阳队拥有的条件 已经非常优秀 但也没愿意住 是不是没愿意住啊 颇具寒几量 今年打太阳 因为他不管是熟着 太阳队没有中逢那个阶段 往往资母哥也是坐在场下的 是不是这样 资母超什么 杜兰特 资母哥真打不过杜兰特 那怎么就打不过呢 杜兰特 这玩意儿聊 两人之间不是亲手交过手吗 对不对 直接交过手啊 说实话这个 当然米德尔顿今年是层次上去了 米德尔顿怎么讲呢 目前基本上 因为你打完整个这一年来看 米德尔顿不减道了 米德尔顿呢 他作为对那二当家 在总决赛砍过40甲 在分区决赛砍过40甲 有几个能做到的 米德尔顿呢 稍微有点起伏 谁没有起伏 杜兰特 德尔顿还有起伏呢 你说你要求米德尔顿 一点起伏没有啊 德尔顿还能够 抵制一场比赛只拿10分 所以你也不能说 太渴求米德尔顿嘛 人家分区决赛 几乎是临维授命 单核领决 熟视完整阵容的 加拿 不是 什么 亚特兰大老赢 最终赢了 连续赢两场 总决赛当中呢 单场曾经卡下过40甲 也是关键之翼 所以米德尔顿 如今这个定位呢 你仔细一合计 不比欧文低多少了 因为欧文说实话呢 他挑人 尤其如今这个阶段的凯瑞文呢 在队内他形象没有这么正面 你如果结合 这边球员的出起率 他至于团队的正向影响 以及季节当中 真实打出的案例的话 欧文说实话 现在来看 到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不能讲欧文是比 这个米德尔顿 更有秀的一个二当家 不能讲 要不怎么说 年年出现迭代进化 你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 以往米德尔顿层次是有限 今年是不是发生自变了 人家发生自变了 你得给予认可的 米德尔顿在总决赛 扛过40甲 欧文在总决赛 也无外乎扛过一次40甲而已 而且米德尔顿跟这种歌呀 俩人之间搭档携手啊 米德尔顿不是个防守漏槽 精工段呢 他也是完全融入在团队的体系之内 也不是说自己呀 想一出事一出 不是这样 团队影响还正向 他攻守又两者见据 比欧文强 现在不得不讲 要不怎么说 夺得了冠军之后啊 经历这一番 血与火的施杀呀 突然不一样了 皆非其比了 要不就是说来年熊路队 冲起来似乎说挺凶悍的 去年的时候你可以讲 这只熊路队是伪三巨头 来年再打呢 起码双性架构是彻底立足了 朱霍尔顿也理应收获 外界给予的极高准重 朱霍尔顿是今年熊路队最大变量 他来了之后 助推熊路一飞冲天 防守端 可以说游牧共睹 在进攻端 偶尔也能暴肿 并且在组织球队这块 助攻术这方面 盘活团队 甚至在总决赛当中 做的不比克里斯保罗差 结合攻守影响力 甚至是 在克里斯保罗 只是上有点夸张 但就比克里斯保罗 低一点低方而去 防守端就完全是 这个一力支撑 就是整个外线 就靠他 PJ塔克都白给 这是这个今年 这个蓝网队 不是 今年这个熊路队 蓝眼只能说会更猛 看没看到这个衣服 这是胡得着的 这个衣服 这是纳姐他们的 这个联名馆 这是纳姐联名馆 你看那商店都是 纳姐开的 就这个商店 这个网店都是他开的 打快船 你说谁打快船 这个熊路打快船呢 熊路打快船 快船现在没有脾气了 现在朗纳德呀 又再度造一种场 怎么讲呢 然后那这个 他的现在来看呢 就是未来前途 不是很明朗 原本就有这个 臀部上市 如今老商刚刚痊愈 就是伦修卡的状态 刚刚摆脱 这样一种骂名 其实他没有完全摆脱 这今年也是 仅仅打了五十来场 上一年 他倒在第二轮 今年仅仅打了五十来场 不算太多 伦修卡这个名头 还没有彻底逝去 这个标签 如今老商尚未彻底痊愈 对于自己身体的 侵蚀和影响呢 还没有彻底摆脱 结果又贴心上 这下完了 休息一年 来年 什么情况 联盟格局早已翻天覆地 属于你的时代 一去不返 卡维朗纳德 说实话 你仔细一合计 朗纳德也属于是个老人了 在联赛当中 忠诚代字代表了 不是什么小卡了 对不对 我之前都提过建议 朗纳德以后 小卡这个名称呢 差点 就有这 中卡或者大卡 今后就得这么称呼了 老卡也行 反正这是 朗纳德 接下来 快船队几乎要跌出 联赛当中的顶级 正贯近旅之列了 靠保罗乔治一个人的 肯定是不行的 保罗乔治呢 他如果领决 朗纳德长期休战 彻底不打的话 常规赛战绩难以斗底 因为这个西部竞争 原本激烈 提湖队呢 当下也是这个 跃跃欲试 换了新的主教练 整个阵容呢 也是力兵莫马 如今也是展望这个未来啊 力求大展宏图 要天赋有天赋嘛 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老英队 就这个提湖啊 你也不要不要太低谷 往往这种年轻球队呢 积累的天赋能量啊 迟早有一天会集中喷发 森林郎这样的 是属于一个严重例外 对不对 森林郎这样的 而且即便是森林郎 当年还打过一次旧赛 所以保罗乔治单河领军 残阵快甩 考虑到来年呢 八同母估计大概率离对 阵容当中的一些 其他核心骨干呢 也有可能会频繁流失 你比如说这个累积几个训 所以快存在基本上完 整一个旧赛席位都困难 快存在要跌出这个正过行列了 当年不是靠吉米巴特勒 吉米巴特勒这个 闯进过一轮旧赛 吉米巴特勒他都确实也有点作用 但是不得不讲 还是那个道理 就如果说吉米巴特勒 这份合同不来 当然他这个愿意 加弥斯立朗那会儿 投奔罗伊西伯杜 不对 这个汤姆西伯杜 这是一个他之前呢 这个防守城组织教练 汤姆西伯杜 他一直以来就这样 他是早些年给杰弗范范迪打下手 早些年在火箭队实体 是不是这个西伯杜 是助理教练的 我记得好像是 后来随着这个火箭队 引进阿德尔曼 这个汤姆西伯杜就离队了 到其他球队混发了 那会儿就开始加盟这个公牛了 当时西伯杜 跟吉米巴特勒呢 私交挺硬 而且这个汤姆西伯杜 似乎说呢 他这个挺擅长用老班底 有老班底用起来得心应手 一套死路 这玩意儿这个 钉四钉毛四毛 必须得用旧部 他这个风格 引进巴特勒之后呢 双方携手搭档 挺愉快 那会儿吉米巴特勒 巴特勒他来 当然对于森林郎是有助力的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一点 就巴特勒这份合同 你要给其他人 也差不多 就真说当时森林郎 有那么惨吗 把巴特勒换走之后 你弄来一个 差不多同一级别 三千万的球形 你基本也够 基本上 把巴特勒剃掉 你换其他的够不够呢 基本也够 当然 堂是确实需要人带 你比如说那会儿引进保罗乔治 那有可能冲的更猛 保罗乔治就在说实话 单和领军十七指内 基本上没怎么拉扩 单和领军呢 他只要是对那老大 最具分量的球员 一般来讲表现也是相当稳健 如果这是当初是保罗乔治 加盟了森林郎的话 差不多同一年嘛 那会儿保罗乔治申请离队 一七到一把赛季 加盟的这个雷霆 吉米巴特勒 加盟森林郎 也是一七到一把 那一年基督赛嘛 哈登和克里斯保罗携手 击溃了森林郎 基督赛首轮 是不是当时第一轮呢 应该是吧 是不是第一轮打的森林郎 好像是吉米巴特勒 场均只有15分左右 跟哈登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如果是保罗乔治带队的话 值得想象 就保罗乔治如果说 早些年带队森林郎 硬砰硬打火箭 我感觉呢 多少要比这个保罗乔治 比这个吉米巴特勒打得好 如果是保罗乔治呀 保罗乔治打旧赛 真说这个踏实球的老大 25分打底 吉米巴特勒天成一角地一角 他这个下线更不稳 吉巴特勒天成一角 动作场均之后 十四五分他也干得出来 老往下才计啊 打的勇士啊 我也忘了具体当时打的是谁 另外各位看了看这个 这个肩果啊 这个肩果是天猫买的 天猫买恰恰的肩果大力包 这个天猫买的是一百三十九 直播间里只要六十九 便宜了一半 直播间里只要六十九 而且是七百五十克 一斤半 净行量七百五十克 一斤半总共三十小包 每一小包呢 合到两块多 一小包当中都有啥呢 这个是一个肩果的十斤版本 什么都有 这时候是属于什么 营养均衡吗 避免你分开买挺费钱 这时候这个 一小包当中呢 什么都有挺全 合着只有两块多一包 一堆东西 隔超市正常 单独买任何一样呢 价格不菲呀 但是你看买这个 一个大力包呢 能吃一个月 一天吃一袋 配合早餐牛奶呀 有益于身体健康 补充微量元素 适合运动男孩 办公司白领 在大学当中 中小学学生 都可以使用老少介义 恰恰的这个 恰恰的这个 姜果 就是这姜果呀 就是总共30小包 一包盒子才2块多 天包买139 直播间当中69 就拿下 多多划算 30小包 你看不看到里头这个盒头啊 这么大 腰果 还有这杏仁 葡萄干 这个是大阵子 这个大品牌 集中采购 肯定是有成本优势 是不是有成本优势 要让人家价格这么便宜呢 恰恰的 恰恰呀 这是上市品牌 明年东西部前六 卖完了不可能了 又断货了 这晚上又断货 真是大工事啊 这是老断货 这玩意儿 这根本库存不足啊 大品牌 库存老不足 他抢的这些太多啊 这已经卖完了 今天 这个来晚了 没了 什么时候有不一定 这玩意儿 他什么时候补充货 他到时候告我 但是没了 就没了 买不着了 又卖没了 这玩意儿 这是大大工事啊 这玩意儿 卖没了 没有库存了 熊路有具备建立王朝的可能性 那有啊 熊路对啊 建立王朝一般来讲呢 核心骨干的年龄 只管重要 像之前零八绿凯三巨头呢 建立王朝的可能性就极底 为什么呢 接下来的整个发展 各位都看到了 零九赛季 凯文加耶特因为上病 季欧赛无法处在 那当时哲伎成啥吗 所以年龄结构这块 只管重要 最多2010年呢 加耶特确实是 商与贵队了 但是年龄上去了 场上战斗力 早已金飞席比 那会儿已经被这个 之前说实话 在加耶特眼中 从来也没有拿眼皮夹过 这个 保罗加坟 但是 正让时过境险呢 人家当年作为一个年轻新人 已经逐渐成长 在科比布莱恩特的调动之下呢 在胡人这么一支球队当中呢 展现了自我风采 他正是生涯当中最高广的辉煌阶段 打一个年迈的 凯文加耶特 当时保罗加索已经站了上风了 所以呢 正而是年龄大的这种三巨头框架 他往往呢 真正说正观的绝佳窗口 就是组建的第一年 一旦说冲不上去 第二年有可能遭一场病 等到第三年呢 你就算说健康 而且健康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且就算健康 你的战斗力金飞席比了 对不对 等到第三年 你这老哥几个多大岁数了 还能否跑得动呢 真说能够跟得上年轻人的 强势冲击于大量出场的比赛节奏呢 那就都被动了 所以你像这个零八三巨头之类 创建完王朝 这就不太可行 哪种球队能创建王朝 年龄结构得合理 你比如早些年欧凯组合呀 那会儿沙克尔奥那年轻 二十把岁 两千年 初登王座 身边科比波兰特 也是小年轻 正是火力壮子 工手两得一把座 这个才是王朝球队 早些年金冲总是呢 也类似王朝 是不是类似王朝啊 核心三人组 年龄普遍都是正值这个巅峰期 有可能 所以熊鹿队呢 这个年龄结构这块就挺理想 朱霍尼90后 三十刚刚出点头 米德尔顿九一年生人 如今其实未到三十 二十九岁多下赛季刚刚三十八零 正值巅峰期好年龄 你像这个整个职业上涯都比较健康的 铁人一板的 技术赛拥有大量出息率的 这种球员呢 起码三年左右 能够维持绝佳身手 辅助志宗哥呀 志宗哥只有二十六岁 如今技术呢 日渐丰满 他比本新闻师强了 实在是太多了 长期投篮 对不对 我平时就练 平时就三分出手 到总决赛呢 我到时候想用的 起码都留东西 能讨出来 对不对 我有技能储备 你要是长期不练的就完了 以往的每一次打铁 都在为总决赛当中 关键旨意的极高命中率 积累概率 你可以这么理解 是不是这样 而且积累信心吗 我之前不投 我怎么能有信心呢 我怎么在总决赛 得到几回的时候 得心应手的出手呢 之前每一次打铁 都是在为总决赛当中 一场爆发 关键旨意 收割掉系列赛 提前做的准备 这种哥一步 一个脚印走来 所以你像熊武队 这三人呢 年龄框架 考虑到今年刚刚夺冠 这种哥是绝对的 历史级别超级地形 攻守完全一把握 恐怖级别的傻气 有这么一位 超级巨外坐镇 身边左膀右臂 右臂年流合理 攻守又简矩 那你说是不是 王朝雏形呢 非常像王朝雏形 就这个熊武队 所欠缺的也就是 密尔沃基 当地市场规模有限 这个可能说让你 多少呢 心生疑斗 万一这支球队 出手没有那么阔绰 做事一些良体呢 但是考虑到以往啊 有很多血淋淋的案例 你比如说这个 俄科拉荷马雷霆 省个区区五六百万 做事 詹姆斯哈登离开 这就是不应该的操作 为了弥补这种操作 为了接下来 挽留对那个一众大腕 被迫要交高昂色紫岁 硬挺了好几年 得不偿失 对不对 当你拥有 创造一段 一段辉煌伟业的 历史机遇的时候 你得全力说 哪怕是密尔沃基雄鹿 他也会这么做的 而且事实来看呢 小市场球队 球迷的热情 积极性蹦发呢 真说集中一下的话 也挺可复啊 你看看票房收入啊 平均票价 比这个太阳队主场 还要更高 所以这个当地群众啊 支持 所以我感觉 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忽视他小市场的 软肋和短板 再结合以往种种惨痛案例 包括俄赫拉克马雷霆 以及舒适顿火箭在内 熊雷应该会吸取前车之间 这就是一只王朝班底 一看就看出来 哎呀 这个江湖又有货了 他又补货了 这个江湖又有货了 太好了 这个江湖又有货了 合到两块多钱一袋 你要是在天猫买的是这个 139 直播间只要69 30小袋 总共是一进半的 750克多划算 一袋这个里边各种东西 一堆也多好 热火对 你说什么热火对 热火对 他这个 你说来年热火对 这哪有前途 热火对引进拉纳德呀 那这玩意只能说什么呢 鼓注一字 冒风险行为 引进拉纳德 你这玩意这个拉纳德 引进来了之后 歇就得歇一年 等到一年之后 你再宠了 说实话 就现在的拉纳德呀 按不住这种歌的 说实话 其实就今年 志姆哥之前 之所以被拉纳德 按了一把 是因为拉纳德身后呢 有一个正直 还算怎么讲 巅峰起的一个小家说 因为你不要忘了 小家说 其实那个赛季上半年 还在辉雄当老大呢 比如说 当时的小家说 绝对是宝刀为老 年仅32散 不算岁数太大 当时体型维持的呢 也是非常形状的一种风格 那会儿 这说内外两大 DPOI的话 你搁谁也费劲 对不对 这个面临的防守压力 等级的 那就比今年太阳队要恐怖 还要更恐怖 对不对 那就没有办法 你就放到其他人身上呢 不见得能够破解的 太难对付了 就这一堆人 内外组合 搁谁都得心情胆战 尤其当时还有个一八卡 你说这个 那会儿这个猛龙队 组建这一套班底的 几乎就可以说 冥冥当中 冲着熊路去的 你这一套班底太硬了 所以打不打不赢 那也算正常 但是你看今年 跟快船队再交手呢 这种根本就无视 朗朗德 几乎可以这么讲 突破军队之后 我凭借升高 我开始做你了 那就完了 朗朗德是外线风谷 这块有两下的 但这种根本 现在这个高举高打呀 做到来下之后呢 凭借升高的碾压 我直接抢起 对不对 我不是完全突破上完了 突到一半 我就开始做你 这么打呢 朗朗德也白费 所以朗朗德 如果是加盟热火 现在热火队 就算有朗朗德 也不足以抗衡这个 凶乳队 尤其其他 这个组绑UB 班底呀 也不太行 这不像早些年 猛龙队条件那么好 而且当时猛龙队 也是算是减到了便宜了 一个是面对是 王朝即将坍塌的 进行总事 再有一点 面对是 尚未彻底成长起来的 雄鹿队 当时不光是 资母队有问题 米德尔顿 那伙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球员 距离客战的汤姆森 差距喊了去了 根本就不像一个 球队当中的二当家 所以那伙 这个雄鹿队是 自己本身也没有 进入到一种 完全体力姿态 但是现在已经 急飞急飞了 就是说 引进浪浪的 肉口队起码还得等一年 你等完一年之后 那不 黄瓜泰都凉了吗 你都等了一年了 那雄鹿队 届时只会说 体型更加丰满 更加雄壮 让人看起来 望而省位 还咋抵抗呢 那就抵抗不了了 2018年 勇士能不能打过 今年雄鹿 2018年呢 金正勇士呢 他这个雄鹿队确实挺烈 但达不到这个 宇宙勇那种级别 那宇宙勇2018年呢 这个 见谁熟了谁 这个还不行 熊手队打不过 2018年勇士 我感觉还是 2017年勇士最猛 对吧 2017年 当然这个 2017年说实话 勇士队没遇到 这个修正的火箭 如果2017年 这时候遇到 修正的火箭了 不见得打成个强棋的 因为2017年 那会儿凯文多兰特呢 还是完全融入 在体系背后的一种打法 融入非常理想 所以最终导致2017赛季金正勇士对整个西部的晋级之旅 一场位数 到总决赛才出一场 最终是16胜以赴 夺得的总冠军 2017金正勇士才是真正的最强勇士 伊格达拉呀 也不是很老 当时才三十出点头 伊格达拉 几大核心呢 也都正值自己巅峰期 团队氛围又默契 又协调 当时也算是其热融融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到2018呢 凯文多兰特有点耀武扬尾了 你比如说这个 格拉姆德格林 他母亲呢 公开就讲 这个凯文多兰特 你不要总是立棍担打 你这么打的话 所有人跟他瞅着看你打 就说你老哥一个 能不能打过都对方五个呢 你这伤害了球队了 当时格林他母亲都看出来问题了 那会儿的 多兰特这个形象做派呢 有点要凌驾在这支球队原有的取胜方案 取胜做法之上 这是不理智的 那个阶段的金融勇士不是最强的 因此才跟双核火箭 斗了个有来有回 打了七场 才分出胜负 2017金融勇士是最猛的 这说打17勇士的话 这说熊路队呢 绝对是不好使的 肯定打不过17勇士 但是要是打18勇士呢 也干不过 那会儿还没有到决裂阶段 对不对 这哥几个18勇士也打不过 打18勇士绝对打不过 熊路队他这个怎么讲 他挺强 他起码就今年来看 他板凳系还是有缺陷 没有那么多人可用 低温秦主啊 有伤再生赛级包小呢 影响也挺大 所以今年的熊路队 实质上呢 跟这个2018勇士相比 不是一个级别的小队 差点 这还是差点 但是你说这个熊路队 他有没有这个之前 这个2016赛季的 骑士队强呢 2016赛季 张姆斯太猛 16赛季 张姆斯猛 凯若文也厉害 这不一定吧 反正那个 看来年吧 看来年 这支球队能否进一步成长 朱霍尔迪 他这个进攻呢 有时候确实 这个朱霍尔迪 这是 他这个进攻 是让人难以理解 就是按理说呢 像他这种级别 不至于投出太离谱的事 那朱霍尔迪呢 他比赛场上进攻端 你发没发现 经常歪都没表的 简直这个 就是 你怎么双眼无法对角 是如何呀 头的完全这个 根本一点谱都不转 边都不转 一下鞋子没表的 要不就散不转 头个过桥 要不就严重短 再不就是插板 插的一点谱都没有 朱霍尔迪按理说 他是一个 起码挺有天赋的 成名球员 结果进攻端 他有时候打的 真是 这个 特能说防手段 体能消耗太剧烈呀 具体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 防手段体能消耗太剧烈 这头子也太不靠谱了 他进攻端 有时候确实不太行 经常打铁 他朱霍尔迪 这个属于是 真说熊路队 如果不是字母 他这个基本盘 这么扎实 熊路队早就毁了 就熊路队 打季球队有可能这个 谁都办呀 因为这个米特尔迪 原本就天生一脚 地下一脚 有时候鬼起来呢 也挺鬼 朱霍尔迪 进攻端 那简直鬼起来 这让人感觉 这个熊路队就是 都不配领政高合同 他就 朱霍尔迪就鬼起来 比这个米特尔迪 差多了 就是朱霍尔迪 他简直是不能要 进攻端 有点业余表现 就是进攻端 这个就是熊路队 这三季头特点 挺有意思 他们这说三星齐发尾 那谁也拦不住 三星齐发尾 但是他这个 上下起伏挺严重 一般来讲就是 字母哥这点 稳如磐石 左膀右臂 有一个发挥处射 这支球队就能赢 但是他俩这个 好在有俩 对不对 他俩一般来讲 很少同时铁 但是这个 今年打总 他接二那一场 他俩就同时铁了 他俩都铁 找不着嘴型 当时这种歌 也是非常交集 展现了一把 自己的这样一种 动员能力 虽然说带着 有的浓重口音的 这个家乡风格的 这种英语 但是也在那 跌跌不朽 大谈一反 对不对 指着鼻着 指着这个朱霍尼 具体说成不太清楚 正好也分里外 就在这个熊路队内部 也分里外 你看不看到 之前 志姆哥就是 那一次 挺知名的 那一个镜头啊 这个在场上下 指指点点的 他是指的 朱霍尼的鼻子 他可没有指米德尔顿 再包括这个 总决赛 夺得了冠军之后啊 总决赛 没批颁奖 致辞 志姆哥也是点名 表扬了这个米德尔顿 其他人呢 等等 是不是 说这个米德尔顿 他一直在 敦促啊 往前进 其他人也一样 那正好 那其他人说一说 归了包顿 这个 整了一个概括性的诗语 只有米德尔顿 用有名字 朱霍尼提都没提 朱霍尼 有点工具人的感觉 中途半路加盟 在队内没有位子 根基也不够深 说实话 这个 你看没看到 熊路队 他整出来的一个 总决赛宣传海报啊 大陆的审位 更靠近中间 朱卧里最靠边 核心五人主 按理说 他属于三巨头 对不对 起码是 穷人版三巨头 但是他 在海报当中 都很难 基神靠中间的位置 但是暂时吧 就是彼此之间 真正的战斗友谊 没有长期几点 难以内心当中 真正所认可到 那么深刻的程度 接下来还有十点 真说打造出一片王朝的话 来年总决赛 字母歌 再发表 总决赛MAP的获奖感言 会提到朱霍尼提 就有你名字了 看你接下来 如何表现了 打出好的表现 就有你名字 就这么现实 要反正提都不提 暂停几天 纸子鼻子就说你 米特尔顿 就是发挥也差 但是 字母歌是顾及 米特尔顿的面子 这玩意囚队都这样 也都有这个 亲属远近的 这个朱霍尼提 被这个字母歌 纸子鼻子说呀 有点类似于 早些年这个 德拉姆德格林 纸子鼻子 讲到杜兰特 对不对 迭迭不朽 就始终在旁边 默默唧唧唧 你看德拉姆德格林 从来不会说跟库里 汤姆森有这么多的废话 他往往他就是 格林就是 顶着这个 卡文杜兰特 给他爹爹不朽 杜兰特当时也是脑袋疼 对不对 挺有意思 杜兰特 我看总教材最后接受采访 感觉挺不是字幕 后来你说说贡献挺突出 但是这个 他后来都 效果都没了 一开始 一看志姆哥 他咬手就这样 比较尴尬 因为说实话 就领取的薪水级别角度 那朱霍尔迪 仅次于这个 资姆拉兹昆博 甚至是对那第二号人物 跟米德尔顿 基本仿上仿下 就场上 攻守贡献 多个方面 进攻段半的戏份 防守段 做一道铁闸呀 整体能量不可小视 但是结果志姆哥呢 明显更加青睐米德尔顿 到哪都提起嘴 始终带着这位 跟自己一同成长起来的 对内兄弟 亲密自久 这是一个战豪 怎么讲 从挖战豪开始 一直到取得战斗胜利 同胞兄弟 对不对 与子同胞 有这种 以往的过硬交情 但是豪博尼就没有 总是在班长家里也是 一开始 咧个大嘴巴那乐 但是眼看志姆哥 在班长家里之上 仅仅提到了米德尔顿的名字 你仔细回看 当时那个镜头啊 立即这个豪博尼 表情凝固了 略有点尴尬 后来干脆就不乐了 后来呀 这就没有办法 对内根基 还是比较偏浅一点 仅仅效力了 大棒的赛季不太够 来年还得继续做更突出的贡献 才能够真正融入到 这么一个群体之内 目前是刚刚解释 还没有真正所进入到 核心的社交圈内 来年还得再接再历 祝霍尼 他这个确实 让人看起来挺新爽 说实话打的也挺硬 今天总结赛说实话 他限制谁 谁发挥就立马下去 正如同一个 这个降本器以外 谁手感火热 布登霍尔德会立即派上 朱霍尔迪 让他去盯防 只要一盯防 对方立刻就凉下来 就这么邪乎 今年朱霍尔迪 防守真是一杆 超级大杂 事实已经验证了 哪怕强如德文布克 强如克里斯保罗 也很难过得了 朱霍尔迪这一道检验 我这个胎车王 真是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电子了 我这只要一充电 手机就卡了 今天咱先讲这啊 这最近是这段时间 这个事太多了 最近这段时间 这事太多了 等会我再拿充电器吧 现在这下有点太早了 再讲一会儿 看看他这个卡不卡 一查充电器就卡 这玩意儿 一查充电器就卡 罗子行 你不太了解 什么玩意儿 火箭选谁啊 火箭选谁 一时之间也起不来 这玩意儿 想靠选秀啊 这个走这么一条 挖宝的成长路径 那一时半会儿 崛起不了 这就是说交易什么状元 人家事也不少 对不对 有几个乐意交易状元 弄来个网眼的 一般来讲很少这么炒 你要其他欠位的话 可以适当探讨 但你本身那个 就已经挺高了 你本身就是个网眼 你接下来 再交易状元 这不太现实 库里会不会去骑人呢 不会 今年这个熊瑞 得到了冠军之后 这整个联合形势 为之一改 当下阶段 就看这个库里 对于自己 什么样级别的要求 是安于解受 如今老一辈 已经逐渐凋零的 一种现实 跟随勒布朗扎子 一块 虽然说自己呢 跟你一块走啊 这玩意怎么讲呢 以往确实有战斗有仪 什么这个 同年同月同日省啊 这玩意同年同月同日 也退去以往的滑柴啊 哭里有点吃亏 对不对 你多大岁数 我跟你一块羡慕呢 走的显得有点畅畜了 这玩意真说 这个随着这个 潮水的不断打磨呀 跟詹姆斯一块 过早的上岸呢 差点 暂时阶段 库里呢 还有能力 继续遨游一番 但是继续遨游呢 仰看着新王党力 老一番呢 已经逐渐的退去了 竞争力 不太好选择了 现在阶段 你真说到东区 再踏进去一脚啊 面临的局势呢 说实话 也依旧极其艰难 要不人说 今年这个 如果说熊路队 最终没有夺得冠军 而是西部球队 夺得了冠军的话 值得差语 到东部啊 加盟卡尔特人之类的 但是就目前这个形势 多少发生变化了 真说加盟卡尔特人呢 就算说身边 左膀右臂 是杰森塔通 和杰森布朗 但是绿军想要换库里 一定得出点血的 并且就当下 这个竞争事态来看 库里就算说 加盟绿山军 面对熊路和蓝网 你也不见得占便宜 所以目前差不多形势 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牛转 库里当下是 留守勇士的概率 大大增加 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不想这么早上岸 但是考虑要东部啊 这是我插进去一脚呢 脱离原本我绝对功勋 天智第一号人物的 金正宏士 到东部参与这么激烈的竞争 风险太高 万一败了 说实话这个 不光是没能露脸 反而现眼 有没有必要呢 那就有可能抱住 忠诚美名 留守金正宏士了 当下起码这种概率在增加 尤其熊路队 夺了冠军之后 大有王朝取势 因为核心几人组 这个年龄结构太理想 姿务哥本身风采呢 已经比肩历史上的 内线的巨兽 不好对付了 不太好逗了 不好整 所以这个库里有可能 那就选择留队了 有可能了 栗子岛走不走啊 库里不能走了 确实我判断这个走的概率也降低了 欧文退役了 扯淡 不可能退役 蓝网明天正宏啊 蓝网队明天正宏 他这个 主要改变方向的 就是补强防守 至于说进攻段 这个有些有能力的手软呢 往外送一送 如果你不想送走凯卓文的话 那就得动乔哈里斯 就这么简单 哈登和坎多兰特呢 这俩肯定是动不了的 有可能动这个凯卓文 把他换走 对不对 差不多仗下 费腾丘人呢 指名道姓 要一位明星级别的运动员 如果是出国文的话 甚至有可能 扫带手呢 不光弄来本西蒙斯 还划了来这个 接丹尼格林的 有可能 一个凯卓文 换本西蒙斯加丹尼格林 我感觉绝对划算 这两个一旦说加入呢 蓝网队就是一直防守近驴了 因为他俩这个防守能力很强啊 这么一整的话 挺划算 防守起码是有缘的 有人可用 这包括克莱克斯顿呢 稍微培养培养 也不是没有作为 可以这么整 引进本西蒙斯 我感觉是熟悉的 就是换走欧文的 他本身这个之前 也已经引起 蓝网队高层的强烈反感了 本身就要动他了 常规在期间 你动辄就请假 对不对 整出一些理由呢 我还不好明面反对 正好让球队呢 如作真宅 当时这个 也是非常被动 所以送走凯布文 这个是比较正确 乔哈里斯呢 如果动他的话 那这个方向就不是眼界 另一个明星级别运动员 如果是动乔哈呢 最好的一个选择 是瞄准这个迈尔斯特纳 这样的防守型内线 考虑到现在主要假想敌 基本上还是内线为主的 这么几次球队 你比如说费能球人呢 比如说什么这个 密尔沃基雄鹿 你得引进一个内线汉将的 如果说有迈尔斯特纳的话 我感觉可以 乔哈里斯送走 整来个特纳 乔哈里斯常规赛期间 三分准行结合产量 联盟第一 季后赛当中首轮 当然往阵容起整情况之下 有詹姆斯哈登指挥调动 乔哈投出的远射准行 是50%亿 挺过硬 你不要光顶着一组系列赛 仅仅顶着一组系列赛 斯顿库里这么强 尚且有严重失准的一些表现 更何况乔哈 所以动乔哈的话 瞄准这个迈尔斯特纳 这种类型 内线有一定名望的互况大哥 防守汗将 也可以向这个方向使劲 但是他俩只能动起椅 如果都动的话 进攻端我感觉多少这个差点 你光只是哈登多兰特 进攻多少 我感觉稍微有点乏力 如果说你把乔哈也动走了 把这个欧文都一块送走 但也不是不能探讨 是不是 真说一块送走 那这个就是彻底是 攻守绝对均衡了 我感觉也够 如果彻底送走 攻守绝对均衡 不见得双核有那么疲劳 因为场上防守过硬的话 精工端你可能说消耗就没有那么距离 实在不行 俩斗动 乔哈和文都送走 换来一些攻守艰巨的球员 也可以这么操作 确实现在有点卡了 这不行 这往上这个充充电就有点卡 不充电 没电 今天咱们先讲这了 我今天这个直播太长时间 我之前跟报老师连线连线了一个半点 看那个其他这个跟马剑就连线了两个小时 我太累了 今天咱们先讲这吧 咱这个明天晚上再见 咱明天晚上再见 感谢这法兰克 一生小马哥 罗伯托 彭哥 心经一德 生活不止 义务房产 扎姆斯林 买不起法律利 再见了 各位观众 咱们今天先讲这 咱们再见了 各位也是早点休息啊 再见了 各位 我这讲太长时间 再见了 各位 今天就这样 再见了